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本周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66.3万例 这意味着大约每50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 新冠令美国国家人口减少0.2% 数据细节方面也值得深思 美国8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仅占人口2% 但占到死亡病例的30% 种族不平等也在数字中暴露无遗 40至64岁的人口中 每1300名美国白人中有一个死亡病例 每480名美国黑人 每390名拉丁美裔中有一个死于新冠 每240名美洲原住民中有一个死亡病例 死亡率是白人的整整五倍 卫生指标和评估研究所曾在5月份估算 美国有超90万人直接死于新冠 科学家们表示 全球范围内未统计到的新冠死亡病例数 可能有数百万人 拜登政府9月15日开始通知 全美各地的州长和州难民协调员 在第一批近3.7万名阿富汗难民中 各州将接收的人数 据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安置和援助项目的数据 加州预计将接收超过5200名难民 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 各将接收10人 夏威夷、南达克他州、西维吉尼亚州、 怀俄明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预计不会接收第一批撤离者 拜登政府已经向国会申请资金 在本月底之前 在美国重新安置6.5万名阿富汗难民 在2022年9月之前 安置9.5万名阿富汗难民 9月15日晚8时02分 猎鹰9号火箭搭载灵感4号飞船 从佛罗里达州 肯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台 沿火升空 开启为期三天的绕地球飞行 参与飞行的全体人员都不是专业宇航员 这也上述首次 此次发射标志着商业航天事业的新发展 SpaceX公司实言向普通人开放宇宙 而其终极目标是让人类登陆火星 针对此前在阿富汗当地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 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因塔利班内部分歧受伤或被杀的传言 当地时间9月15日 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 穆罕默德·纳伊姆在其社交账号发布了两段巴拉达尔接受阿富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视频 巴拉达尔在视频中表示 他本人目前情况很好 塔利班内部不存在所谓的分歧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9月16日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 并称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 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 CPTPP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毕鲁共11个国家重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 覆盖4.98亿人口 签署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1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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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